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通过神的话语来得着看到他的意向和他的引领 那么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 我祝愿大家今天都有这样的调整的祝福 约拿在于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 说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抚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深渊 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红涛都漫过我身 我说 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我下岛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卧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约拿书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 那我们把今天的经文 分成两个部分 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七节的经文 约拿因为背逆神 他要跑到他市去 但是神用大风大浪来阻止他 但是约拿不愿意悔改 他宁死不愿意悔改 结果船上的人无奈之下 把约拿扔到了海里面 当船上的人把约拿扔到海里面的时候 马上风和海就平静了 但是神没有抛弃自己的工作 那么吩咐了一条大鱼 把约拿给吞了 那么约拿在鱼肚子里面 待了三天三夜 那么这三天三夜 特别是有意义的一个这样的象征 我们也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 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天三夜是象征着 耶稣基督的三天三夜的死和复活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么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时候 没有死 那么约拿在鱼肚子里做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到七节的经文 那么在这一节到七节的经文里面 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约拿在那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那么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两个 一个是他非常详细地描述了 在鱼肚子里面的这样的痛苦 二节说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 他说求告耶和华 他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他在鱼肚子里面的痛苦 是阴间的深处的痛苦 然后三节也说 你将我头下怎么样 深渊 就是大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红桃都漫过我身 然后五节也这样说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然后六节也这样说 六节也这样说 我下到三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他在这样的极大的痛苦里面 他想到了神 所以我们也常常这样 真的当我们犯错 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我们也不悔改 然后真的到了这样的死的地步的时候 我们才会怎么样 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那就是听到神的声音 会马上怎么样 顺从的人 听到神的声音 马上要悔改 调整自己来顺从神的人 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面 终于看到 看清了自己的罪 所以在他详细地阐述了 他自己所遭受的痛苦 然后在这一到七节里面 他又在这里面描述了 对神的感谢 他说 我在患难当中 求告耶和华 你就怎么样了 应允我 说你是应允我的神 然后六节中说什么 耶和华我的神 你却将我的性命 从坑中救出来 在这里面又感谢神 又述说了神的拯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即使因为我们的软弱 即使因为我们的失误 即使因为我们自己的倔强 我们自己的罪 不回转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 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要回转来归向神 神一定会饶恕我们的 神的爱大过我们的罪 神的饶恕 大过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罪恶 只要我们回转 我记得彼得 他走在水面上 然后耶稣就让他走在水面上 他真的走在水面上 但是他因为小心 掉到水里面 但掉在水里面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主啊你救我 耶稣就伸出手来把他拉上来 让他走在水面上的也是主 当他软弱的时候 掉进去的时候 拯救他的也是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陷入到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只要我们回转 只要我们呼求主 主一定会伸出他大能的手 来拯救我们 来帮助我们 祝愿大家今天能够向神伸出你的手 因为主的手早已伸出来在等待着我们 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向神祷告 那么他祷告前面两个内容呢 第一个呢 他详细的描述了他的这个痛苦 向神阐述他的这个痛苦 然后第二个呢 来向神现在感谢于呼求的祷告 说神你是拯救我的神 只要我呼求你 你一定会拯救我的性命 然后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做的第三个祷告呢 就是在八节和九节里面 我们读一下 那信奉虚无知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他做的第三个祷告 是调整的祷告 他说神啊 我愿意调整我的生命 我愿意顺从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他说我一定会怎么样啊 调整的 然后他在这个九节的最后 他终于看到 发泄了神的本质 他并且呢 用他的嘴呢 做出了这样的告白 救恩出于耶和华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听讲道 我们做灵修 我们查经学习 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 不仅只是学了就结束了 听了就结束了 有感动就结束了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动作 那就是调整 调整我们自己来顺从它 扭转 从原来的方向扭转 从以自我为中心扭转 扭转到以神为中心 扭转到神的路上来 这才是神所期望的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灵修里面 或者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 神有没有要求你的 神有没有向你说话的 那么神向你说话的时候 就是让你来调整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扭转的时候 这就是顺从 当我们调整我们自己扭转 顺从它的时候 我们必定会怎么样 经历它 那么当约拿这样的调整的时候 又一个奇迹怎么样发生了 第一个奇迹是把它吞了 鱼把它吞了 那么第二个奇迹是什么 十节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这个鱼就吐了 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 耶和华怎么能够吩咐鱼呢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 各从其内创造的 地上的各样的结果子的菜书 各样的树木 各样的花草 空中的飞鸟 水里的各样的生物 鱼 陆地上的各样的行动的活物 都是神按着祂的命令 各从其内创造的 所以神命令了鱼 鱼就把它吐上来 把它吐在汉地上 神再一次拯救了谁啊 约拿 因为神要使用它 各位弟兄姐妹 我自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这样的调整的时候 都能够经历到这 死里复活的祝福 当我们调整的时候 都能够经历到 能够被主再次使用的祝福 愿我们做领袖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有这样的被神使用的 调整经历神的祝福 救恩出于耶和华 不是用我们嘴上说的 知识上去理解的 而是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的祝福 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当约拿在这与福当中 真的在死因的幽谷里面 她悔改了 她悔改的时候 主你接纳了她 主你再一次使用她 主啊 让我们在座灵修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生命都有这样的调整 扭转 通过这样的调整和扭转 让我们都能够经历遇见你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